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没想到黑心食品这么可怕 还好黑狗党被抓起来了 要小心来路不明的食品 因为我们不知道里面加了什么东西 如果是对身体有害的成分就不好了 一起复习有哪些情况需要特别留意 才能保护自己和其他人不受骗 你竟然不知道健康一百快乐粉 遇到我实在太幸运了 最近大家都得喵喵病 就是营养不足免疫力太差的关系 健康一百快乐粉撒在食物上直接吃超级赞 或是加进饮料或牛奶里也行 要不要先拿试吃品吃吃看呢 好啊好啊 我要 至剩药师说不能乱吃没看过的东西 这是个好东西 很多人都吃 健康又营养 不信你们看 健康一百快乐粉 经过一百名使用者证实 是帮助身体增强免疫力 远离病痛的超级健康食品 目前已经热销一万组 现在购买只要一半又一半的价格 刚刚蒙面人其实制造很多陷阱 让大家上当 你们能说说看刚刚遇到了什么危险吗 他把健康一百快乐粉说得好厉害 效果好还很便宜 结果我就不小心被骗了 而且蒙面人还拿试吃品给我们 看起来很好心 其实是要让我们吃来露不明的东西 经过一百名使用者证实 热销一万组 听起来好像很可信 但没有经过检验就是不安全的 大家都有说到重点了 没有问题的食品必须经过检验合格 所以在购买食品的时候 建议选择有合格食品标章的食品 也不要相信夸张的广告或乱吃试吃品哦 奶奶 你刚刚提到的食品标章是什么啊 真的可以保护我们的健康吗 爱里说的没错 有食品标章的食品 就代表经过验证 像是我们去买牛奶的时候 可以检查上面 有没有鲜乳标章 还有农产品标章 肉类食品标章等 都可以帮助我们 辨识食品有没有经过验证哦 所以只要养成看标章的习惯 吃有验证过的食品就不用害怕了 没错 奶奶 没有经过检验的食品真的不能吃吗 并不是不能吃 只是如果能选择有食品标章的食品会更有保障啊 我们接下来看看没有经过检验的健康一百快乐粉 发生什么事吧 不行不行 会抓上小妖门 奶奶 这里有很厉害的健康一百快乐粉 要不要给爷爷吃吃看 不行 怎么变这样 健康一百快乐粉 因为没有经过检验 大家不知道是用不好的原料做成的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健康 选择经过检验的食品会比较安全哦 嗯 我以后会小心的 黑心商人为什么要做这些坏事呢 火猴问得很好哦 我们一起来看看黑狗党怎么说吧 好不容易把要不要山谷的解药全部销毁 正好可以拿快乐粉好好大赚一笔石 你这个小不点竟然跑来捣乱 黑心商人为了赚更多的钱 会拿不好的原料来仿冒 成本压低之后 就可以连带压低商品价格 吸引更多人来买 难怪健康一百块乐粉 可以卖一半又一半的价格 为了赚钱欺骗大家 实在是太可恶了 对耶 我就是因为很便宜才想卖 看来真的不能谈小便宜 我记得之前新闻上有报道过 黑心商人用厨余做成食用油 还有把过期的牛肉重新包装再拿出来卖 原来这些制作黑心食品的手法都很类似 这些东西我们平常都会吃到 该怎么办 只要我们做好身为消费者的角色 留意食品的安全 不要随意去购买 就不用太过担心了 可是黑心食品真的好多 我好害怕哦 鲁娜别害怕 其实除了消费者以外 社会上还有很多不同的角色 都在保护我们的食安环境哦 一起回顾一下吧 身为代表政府的金硕硕部长 收到举报去调查后 成功抓到黑心商人 来维护大家的食安环境 像奶油果一样的媒体 告诉大家黑心食品的消息 才不会让受害者越来越多 虽然黑心商人很会做黑心食品店人 但还是有良心商家 在卖没有问题的食品 只要选对就不用担心啦 没错哦 很多人都会帮食品把关 只要我们多多注意 吃下肚的东西 如果吃到有问题的东西 可以告诉身边的大人 及时举报 才不会有越来越多人受害 我们的食安环境 也就会越来越好哦 知道了 太好了 大家都学到好多食药知识啊 下次跟家人去大卖场或超市的时候 别忘了 找一找商品上 有没有这些食品标章 希望大家都能吃得健康 吃得安全 成为食药小尖兵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